那我就把時間交給Roni 謝謝 然後另外後年妹海松 希望是在花蓮能舉辦 讓大家來花蓮玩 耶 好 我不是坑主 那我要去花蓮 好 我今天的短講要分享兩個題目 前半段要講白帽駭客的一個小故事 然後後半段想要講 我怎麼研究政治現金的資料 然後 然後 那個 關於那個白帽駭客 最近因為我有申請電子發票 公司有申請電子發票的需求 所以我跑去那個就是 國稅局去申請電子發票票軌 然後申請完後 結果到5月9號我就收到一封信 那封信長這個樣子 就是說你的帳號已經建立完成 然後這是 筒編帳號跟密碼 然後我覺得這個密碼好眼熟喔 不就是鍵盤左邊這八個按鈕嗎 然後 我就這時候就試了幾個 我知道有開電子發票的公司的朋友 然後我用他的筒編帳號 然後再用這個密碼進去 然後我就登入進去了 然後 我就跟那個陪伙講說 我問你 你收到這東西你多久 他說收到四年了吧 就他四年前開公司的 然後我這時候在Google 電子發票 然後這個一串字了 我就發現到 非常多的教學文件都在講說 就是如果你申請完後 這會是你的密碼 然後我就覺得 電子發票平台可以幹什麼呢 他可以查你開出去哪些電子發票 你收到那些電子發票 以及中獎相關的資料 那我覺得這問題好像蠻大條的 所以我就找了唐鳳堂部長 說唐鳳部長 我跟你回報一下 有發生什麼什麼問題 我那天晚上十點鐘 然後唐鳳部長就回我說 你可以丟給那個TW設 那時候唐鳳部長 很快就回我信了 就說可以跟這TW設通報 然後我就去通報了 然後晚上十一點鐘 我就通報了 大概內容就是這樣子 然後隔天早上九點 TW設的蠻快的就回信說 好我們已經通報相關單位 那如果任何問題再聯繫 然後我就開始手癢 那我要狂搜尋各式各樣的不同桶編 那這邊強調大家請問模仿 因為你如果真的不小心 害人家被擋或怎麼樣 其實可能會有一些妨礙電腦使用 然後以及大家自知一點 像我自己登入後 我登入後我就沒有再做其他事情 沒有真的去看說他實際的消費 因為那可能到時候留下紀錄 可能有一些什麼妨礙公司秘密之類的 好 然後我那時候就發現 設出了蠻多公司都沒有改變 例如說台灣大車隊 趨勢科技 對 匹克幫中金院 Pincoid 然後我覺得最嚴重的是中科院 因為想說中科院 該不會連他賣飛彈賣多少錢的那個 發票都有了 對 然後又一直沒有得到TL社的回應 所以我又再寄一封信給TL社說 這問題蠻嚴重的 趨勢科技都沒有改 然後因為有台灣大車隊 所以我就找了Tony Q跟他講說 誒那個我今天發現有嚴重的治安問題 然後跟你講一下 然後講完之後他就說 幹我手上有這種密碼 就是他 當年還在台灣大車隊時他就知道這種密碼 因為那時候他們財壞部門就告訴他說 誒用這個密碼登錄就好 但他那時候沒有意識到說 這個密碼其實是全部公司都用一樣的密碼 對 所以我那時候也有找OCF的伯鋒跟找Reader的那個HC 想說要多一點人來追這題以防政府擺爛 然後 當天晚上就收到那個財政部寄來一封信 他說請儘速變更登錄秒通知 然後但是他講的就很 不會緊急 就說你的密碼已經超過90天未更新了 所以為了安全性請儘速登錄更改密碼 就想說這誰會領你這封信 然後 怕政府動作太慢了 所以我們就有找個記者說來先寫個報導 然後 但是請記者說不要急著公佈 因為我們怕一公佈的話 其實大家就狂查各種公司 就尤其中科生的飛帶賣多少錢大家都知道 所以就覺得說 反正先hold住這個新聞 但是我們希望 假設政府真的擺案 那我們有新聞可以威脅政府說 誒你再不處理的話我們就有新聞了 然後5月12號的時候就收到財政部 他就寄來了說 他們要做哪些事情的因應通知 然後 所以5月12號晚上11點的時候 登錄時就發現的時候 誒要強制改密碼 就是如果還是這個密碼就要強制了 那雖然洞沒有完全補上 因為就是反正知道密碼的人 還是進去可以改掉密碼 然後 還是可以看到內容 但至少說就是員公司會知道 誒我密碼被改掉了 那我好像被人家入侵了 所以我覺得算洞有補上一半了 然後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請記者說 因為那個是禮拜五晚上補上的洞 但我說誒記者你會hold到禮拜二再來更新 因為可能讓禮拜一 大家公司有個時間去改密碼去因應 然後我們禮拜二再有新聞 這樣公布出來傷害會比較小 然後所以到5月16號禮拜二的 凌晨12點明報就先報導了 然後以及5月16號早上7點 Reader也報導 而且Reader那邊他有發現說 他用上市櫃公司全部都拿上去 有7%的都沒有改密碼 可以登錄進去 然後隔天5月16號早上8點半 財政部我覺得這個是真的 把洞完全補上了 就是你如果密碼沒有改的 他會強制你要再加上稅籍編號 那稅籍編號是一個公開資訊 完全查不到的一個號碼 你只有有稅單的人 才可以從稅單裡看到 所以其實這個幾乎只有公司 自己才能知道一個資訊 所以這個我覺得就算 終於把洞完全補上 然後5月16號財政部也發一個新聞稿 就說已經修正問題 然後以及說那個還有講到 關於中科院的部分還有額外說明 就說中科院那邊就是 它裡面都是一些行政支出 跟紀念品這些東西沒有什麼飛彈啊這種的價錢 其實也是蠻合理的啊 對所以還好就是 感覺這件事傷害沒那麼大 所以這邊大概是一些就是時間軸 然後後來6月13號的時候 那個就是過一個月左右 財政部又發一封信 就說如果你還不改密碼的話 那到時候可能你會被受到什麼影響 我們沒辦法確定喔 之類的就是有點用威脅的 那我覺得反正雖然洞都補上了 那既然這個我覺得後面的威脅 就是算一些小加分吧 那後續有什麼政治效應呢 就是5月22號的時候 因為新聞出來之後 就很多立委去電財政部了 所以財政部就有發出檢討報告 就也給立委們檢討報告 但是檢討報告內容沒有公開 所以這是秋顯治立委貼出來的 然後當天5月22號一整天 在立法院的交通委員會裡面 唐鳳跟財政部資訊中心 就被十幾個立委電了一整天 然後檢討 剩一分鐘 然後檢討報告的一些數字 像他就有列說 其實到後來 其實6萬家公司有受影響 但是有4萬7000家沒有改密碼 所以其實好像這改密碼沒有什麼用 我們學到什麼 其實如果大家未來發現到資安漏洞的話 可以跟T島的社的回報 然後再來就是做系統 千萬不要那麼愚蠢 做這種什麼統一密碼這種事 然後就是公司你有重要的 就是那種收入支出 可能要考慮紙本發票 不要用電子發票 因為紙本發票其實真的還是比較安全的 然後如果想要回報漏洞 也可以用Zero Day這個平台來回報 好然後 時間不多 好那再來快速講政治現金這些好了 那這次政治現金我做了兩個分析怎麼做呢 那一個分析就是 就是分析各財團捐款 然後像這樣子 然後另一個分析是 捐款的行業變化 例如說不動產業本來捐了1.2億 然後後來110年捐了1.5億 這個那我怎麼做出這樣的分析 那這個分析幾乎都沒有用到程式 那幾乎啊 因為只有第一步有用到 那成果的話就丟在這裡 然後首先第一步是我先從那個 政治現金生報平台匯出所有資料 所有資料總共有收入有39萬筆 總共70Mb 支出有70萬筆133Mb 那這個部分是用寫程式做的 因為那個生報平台那邊只允許 就是一個帳戶一個帳戶下載 所以我要把全部帳號下載下來 這件事情需要做程式 但是沒關係大家如果需要的話 就是這邊可以下載完整資料來做 好然後再來我加速 再來是用一個工具叫DuckDB 那DuckDB的話就可以把39萬筆的資料 用這一個指令 然後就把它變成2萬多筆 只有營利事業的 好再來第三步 就把它匯進Google試算表 然後第四步我做一個工具叫做大量行業別查詢 只要輸入一堆同便進去 右邊就會有它的行業別 所以那個 所以剛剛看到的 所以剛剛看到的 謝謝 謝謝 謝謝捐贈 謝謝捐贈 謝謝董內 對 好 所以本來的資料它只有統一編號 但統一編號複製進那個工具裡面 後就可以得到行業別號 我示範一下比較有感 但我示範幾筆就好了 等一下 就是到這一頁 然後我複製 複製然後到這邊貼上 等一下 沒複製到 貼上然後下面這邊顯示全部行業 只要顯示第一個就好了 然後右邊查詢就會出來了 全部的話是因為財政部登記 有的會登記好幾個不同行業別 但其實行業別總類都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顯示第一個就蠻夠用的 然後處理完後把這些複製 然後到這邊貼上 就可以把行業別弄過來這裡了 所以這是下一個步驟 好 所以我們有了所有的 兩萬多個捐款的行業別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樞紐分析去分析出說 它的那個就是 哪些行業別是前景名這樣子 所以弄出來一個像這樣的結果 那這樣的結果出來之後 下一步就是交給TradeGPT 就是我直接問TradeGPT說 那個我現在手上有很多的那個產業別 你可以幫我分類成五大類 然後無法規格幫我分類成其他 然後我就下面就全部複製提倡給他 然後下面就幫我分類成 不動產與建築業然後有這些 然後金融與投資業有這些 然後以及 對它其實有一點點有些會錯誤 所以還是要手動調一下 但我覺得大致上還不錯 零售與批發業有這些 然後跟服務業有這些 然後我就把這個東西就是在 因為其實我只貼了 總共行業別可能有三四千個 那我就先貼了一百個後 再一百個一百個慢慢貼 所以我後面就一直 一直交給他 一直留給他 一直留給他 他就一直幫我補 一直幫我補這樣 所以我就把它貼到 再貼到試算表 然後貼完試算表之後 再來就用Vlookup這個功能 把它再跟我的表整在一起 所以行業別完後 右邊再加上 看一下 Sorry 所以我們看到的資料的話 就是這邊有行業 然後這邊有行業分類 這行業分類這邊 就是我透過Vlookup 然後再結合剛剛ChatGP 產生出來成果弄出來的 然後所以有了這個之後 再來 然後Vlookup這邊 我有幫你是小學校 有錄一個Vlookup的教學影片 所以大家不知道怎麼用Vlookup 可以照這個影片練習 就會知道怎麼使用了 好 然後再來 就是年份跟種類 就是我再花人力整理 因為這邊有幾種選舉 然後選舉在這裡 然後我就先把選舉列出來 然後我就加上 他是村立長選舉 立委選舉 還是什麼年份 我把這個整理出來後 然後一樣我把Vlookup回去 所以我這邊就有欄位是 他是哪個層級 是立委選舉 還是哪個年份呢 我就又多了這兩個欄位 然後有了這些欄位之後 再透過書紐分析 然後我們剛剛這些東西 都出來了 然後再加上這邊 還有以前江明中有整理過的 集團資料 所以我的遠東集團 跟什麼新復發集團 那些的資料 就是來自於這裡的 所以透過這些資料整合後 就除了第一步 大量匯出資料 需要寫程式以外 後面的東西 全部都是用試算表 跟信用工具就可以做到 好 那如果大家 對於這議題感興趣的話 就歡迎可以到 Open Money Flow 這頻道來一起討論 然後或者是 如果在分析過程 遇到任何問題的話 也可以來討論說 我們可以怎麼做 然後如果找到不錯的工具 也可以推廣給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謝謝Roni 他講的實在非常 就是兩個都是非常重要的議題